大家好,我是東海國小的達賴小監獄,我是吳蓮珍 今天我們要先介紹一下夏卡爾的生理 這次的主題包括有四大主題 有夏卡爾的美麗人生,還有沒有時空交錯的幻境 夏卡爾的美麗人生主要是在說他們是一個漂泊的民族 所以他裡面的話也常常畫到他們流離失所的樣子 而時空交錯的幻境裡面會使用到一體派的切割手法 這都是他去巴迪跟馬蒂斯跟還有畢卡索學到的一些繪畫技巧 還有五大主題就是愛與美的持者 還有永遠的故鄉 永遠的故鄉裡他都是畫 因為他們是一個漂泊的民族 所以他很想要回到自己的故鄉 所以他就常常畫一些思念故鄉的話 愛與美的使者就是他有遇到貝拉 而且貝拉是他一生中最喜歡的妻子 就是也是但是他很幸運就是得了重感 然後就很快就試試 還有他為了貝拉所以才畫了一幅生日 這幅生日他就是因為貝拉幫他準備一些生日的禮物 所以他很高興就很快滿這幅 而且他畫裡就高興的快飛了起來 不過他他還有遇到兩任的女人 第二任呢是維迪尼亞 但是他們並沒有結婚 過了幾個月就分手了 還有一直照顧他到晚年的娃娃 這就是他的一生中就是遇到這三個女人 還有他還有畫一些希臘神話 他裡面因為他曾經兩度去希臘遊歷 所以他創作了許多 晚年時他就創作了許多希臘神話的畫作 然後我們早晨點 Hackале 到我們先去介紹其他的畫作 請到我們先去介紹其他的畫作 跟郁文俊ENV 谢谢大家